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欢子 欢迎大家对本视频点赞评论转发收藏以及打赏 在西瓜视频长按点赞进行强烈推荐朋友们 这期视频给大家来再看一下 就是在椰峰这个康养基地它的一个伙食的情况 那上个视频欢迎给大家说了一下 就是网友们反馈说 它夏季的时候伙食质量有所下降 现在呢看一下它的一个调整情况 现在是早上吃早餐的时间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 那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早餐的菜品 今天早上的菜品是 一个水煮发生 然后海带丝 这个是豆芽 炒肉 然后有肉 这个呢是 咸菜一个 然后有这个花卷 鸡蛋 它有一个南瓜跟地瓜 就是杂粮 但是我没打 然后早餐 然后早餐 有粥 然后有鸡蛋 就是 这是现在它的一个早餐的情况 我不知道之前说 人少的时候淡季 它的一个早餐的配置是什么样的 就是在这边体验过的网友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给大家去说一下 口感的话怎么说呢 就是正常吧 家常饭的那种口感 那朋友们 我们前面是吃了早餐 现在呢是在这个路口 在我身后的这条路呢是五指山市的三月三大道 其实五指山的地方呢不算太大 朋友们 它的这个街呢是以这样的一条主干道为中心嘛 可以说 往两边呢有那些差道 整个五指山的市呢不大 它的物价呢对比三亚来说是偏低一点 但是低的程度嘛可能也不是太大 昨天阿威我们俩到这边来 在外边吃了那个什么湖南蒸碗 就是那个那个蒸菜 呃点了是六份吧 然后那碗有这么大 一共是65块钱 我们俩就是吃的 当然那个菜没吃完啊 整体上来讲吧 这个物价要比三亚低 呃我们给大家看一圈这个环境的一个状态吧 好吧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是一个 钉子路口 红绿灯钉子路口 这几天呢 五指山这边呢也是同样受台风影响 在下雨 呃一会一阵一会一阵的 大家看到的这条路呢往那边跟往这边 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它的名字是三月三大道 五指山呢是一个市级这个行政区画朋友们 但是呢 整体上来讲它的一个规模面积啊不大 五指山的海拔是相对比较高一点的 它的气温呢要比三亚那边偏低一些 而我们出来的方向呢是从这个方向走过来的 那现在呢在跟大家一就是呃用镜头的形式呈现一下 往到这个康养基地的方向去走 我们这样走 然后给大家拍一下街景的一个状况 这是从那边的那个三月三大道的钉子路口走过来 往这边 这个街景状况是这样 哇现在又下大了 这个雨下的是一阵一阵的朋友们 看看 下的还挺猛这个雨 哇下大了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身后这个雨是吧 被挡在这个公交车站了 那给大家说一下朋友们 五指山呢是位于海南岛的中部位置 它的以北的这个气温呢偏低 以南的气温偏高 所以五指山的气温呢要比三亚的气温低那么几度 但毕竟也属于是热带 所以呢 它不会低的特别多 嗯 五指山这几天呢由于下雨是吧 晚上睡觉呢在屋里边不开空调 还需要盖个被子 所以它的气温呢是偏低一点 整体上来讲体感是非常舒服 当然下雨的话另外一个要素呢也是增强了 就是这个湿度 呃看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雨下的是吧 就是这么猛烈 那同样这样的一个天气壮观下啊 它的湿度呢是有所增加 这个呢不同地方的人对这样的一个地方湿度的感受啊是不一样的 你像欢的之前视频里边给大家讲解过 如果是西北的这些朋友们到这边来会觉得湿度特别的大 那同样如果是上海的朋友们 因为它每年有一段的这个 那叫什么梅雨季节是吧 大概是一个月的食堂 那它到这边来了之后呢 就感觉这个湿度呃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个分不同地区的人朋友们 它的感受是不一样 呃刚才下了一阵大雨 大概持续了五分钟嘛 然后我们现在呢再接着拍给大家去看一下 呃这样的一个环境状态 从这个地方走进去啊就是 呃抗氧基地了 我们快速的往里边走一下啊 这边呢有一个门岗就是呃要查岗登记 大家开车来的话需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下登记 呃往里边呢就是它这个呃抗氧基地了 我们到底边去看一下 其实往里边呢是一个那种小区状态的 在前边的视频呢 欢迎来给大家去拍摄分享过是吧 我们这个呢是从外部的环境到它小区的一个状态 整体给大家呈现一下 这边呢有一个小超市 就是你的生活用品 如果呃不想到外边去了 可以在这临时购买一下 从这个地方呢走上去是它小区的一个相当于是花园的地方是吧 我们走上去看看 那走上来映入眼帘的左边呢是吃饭往食堂的方向 这有棵大树 那边呢有凉亭 这个呢是喷泉的池子 现在呢没开 然后我们上个视频给大家拍泳池是在那个方向 给大家看一下这几栋楼哈 我跟阿威住的是这一栋 15楼 还有这边一栋 这边同样有一栋 这是整个园区的一个情况哈朋友们 走我们现在回到房间那边去看一下 刚才我们是在下边 然后在这个位置给大家拍的这个小区的一个景观情况 那个是喷泉的池子是吧 这边呢有一个凉亭 小区的一个整体的规模不是太大 然后在这个方向往后边是吧 还有这个正在建的楼 绿化呢还是比较到位的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远处的山景是吧 三月三大道的话就是往那个方向 这出去的话是往那个方向过去 那条道往下边 就是整个五指山市是以这个三月三大道为主干道 然后往两边扩展 那对面的那个山是吧 再往山的那边都没有了 整个是在这样的一个山澳里边 它的物价呢 前面给大家去大致讲了一下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房间啊 朋友们 这边呢有一个晾衣架 这是洗衣机 这个房呢是一室一厅 这些所有的电器啊设备啊都是可以使用的 只有阿维我们俩在这住比较乱没有整理 然后这边呢是厨房和这个卫生间 这是卧室 卧室呢是两张床 阿维在里边休息 然后整个房型呢就是这样 那朋友们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本期视频 没有点赞评论转发收藏的朋友们 一定要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欢迎大家在视频的右下角位置 进行打赏是吧 打赏是一种支持朋友们 上个视频呢欢子给大家去说了一下他的一个收费的模式和标准吧 其实还像欢子在上期视频里边说的 我去过比较多的这种康养的基地呢 就耶峰的这个收费标准呢是比较复杂一点 他是说是有这个会员 呃 卡是吧 计卡 呃 半年卡和年卡之分吧 那欢子这个视频再给大家去说一下 就是关于呃 非VIP会员办理这个呃 入住他的一个住的这种房型和方式 就是非会员的话 呃 非VIP会员的话 就是入住的选择只有两房一厅 也就是两室一厅的这个房型可以选 两室的话是一一个房间是两个床 两室的话就是四张床 那住的话就是呃 给其他的这个客人拼房住 拼床 拼房不是拼床 每每人一个床位 然后呢 是这样 然后就餐的话是在 这个就我 哎 往这边 我手指的这个方向 朋友们 这个地方是非VIP会员的这个餐厅 然后呃 呃 还有呃 还有VIP餐厅的会员 VIP餐厅会员呢 呃 VIP会员餐厅啊 是等到十月一之后 然后他开呃 就是VIP会员是统一集中在那边吃饭 现在的话是在这个食堂有一个临时的这个呃 小食堂就是说VIP和非VIP会员呃 呃 区分 就是分开吃饭嘛 他享受的这个菜品呢也不大一样 呃 这个就餐的这个标准吧 就是差异 呃 那VIP会员住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包间了 朋友们 就是你每人每天是每间房划算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钱 在上个视频给大家去呃 说了 这个视频就不再多说了 朋友们 大家可以翻着上边的视频看一下 那整体上来讲的话 在五指山这个区位还是欢得说那句话 嗯 有人觉得非常舒服非常适合 那有人觉得这个地方呃 不方便或者说是不适合自己 这个根据大家的一个实际情况呃 最好的话就是根据欢子提供的信息 你到这边来了解考察呃 完事之后你再决定要不要住在这边 为什么呢 就是有的那是适合的 有的是不适合的 朋友们 那还是欢子老生常谈的一句话 无论这个地方在哪 无论它的价钱高与低 适合大家的才是最好的 好了 朋友们 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是欢子 大家记得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打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